字幕提供 此期土力造部法行政流程序流失 那如今成为误录部落电讯基地台的架设位置 那族人向为此来向监察院陈勤 中央宣布台东全县是列入了快山阳性视同确诊地区 不过仍有许多民众不知道这项措施 仍然要到医院做PCR 就读台东县大西国小六年级的谢正伟 没有优渥的生活环境成长 但不畏逆境的态度是获颁了总统教育奖 好 新闻一开始 要来持续关注COVID-19本土确诊个案 是再度的回升 从前一天23号的6万多例 是上升到昨天24号的8万多例 但另外COVID-19快篩阳性 经过医师确认及视同确诊 预计最快是5月26号全民试用 那指挥中心就跟医院 正在最后确认这个人力执行细节 那实施之后可能可以加速 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开令 我们昨天新确诊的本土病例 有8万2363个 那这个数字的话 那当然是比我们假日的时间稍微来多一些 但是跟我们上个礼拜四礼拜五的数字 也是差不多 国内COVID-19本土确诊个案24号有上升 从前一天的6万多例 上升到24号的8万2363例 其中确诊个案中新增251例中重症病患 以及42例死亡 另外还新增72例境外移入 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进一步说明 42例死亡个案 年龄介于10岁到90岁以上 都属重度感染个案 其中有39例具慢性病史 16例尚未接种疫苗 另外前一天 仍在待审阶段的10岁脑炎重症儿童 23号确认死因跟COVID-19酿脑炎 并多重习惯衰竭有关 这位小朋友没有接种过COVID-19的疫苗 本身也没有慢性的疾病 5月13号的时候开始有发烧 头晕 嘔吐的一个情形 那后来在医院当中 也发生了这个心律不整 跟氧气浓度下降的一个情形 紧急插管 住到家务病房去救治 那在这个治疗当中有使用过 像是肋骨纯瑞德西韦 还有免疫调节剂 降脑压等等这些药物 不过因为后来还是合并 这个多重器官衰竭的情形 所以不幸在5月18号的时候不致往生 国内COVID-19药物持续释出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口服抗病毒药物使用量渐渐跟病例数 与需要用药人数趋于一致 另外快晒阳性已经医师确认及确诊 预计最快26号全民试用 口服抗病毒药物使用比例渴望继续增加 在快晒阳经过医师诊断确诊后 那直接可以来领用药物 那药物使用的比例应该还可以再增加一些 陈时中指出并非所有染疫者 都需要使用抗病毒药物 开药对象以高龄或有重症风险对象为限 有医师选择适合药物 而最近莫娜皮拉卫也讲到货 会尽速配发下去 而除了口服抗病毒药物到货 陈时中强调 现阶段家用快晒试剂数量非常足够 民众不用急着购买 也不需要囤货 随着疫情持续扩大 南投县确诊人数也不断增加 现在南投县卫生局也协调了县内的四家医院 来开办儿童就医绿色通道的服务 希望可以缩短儿童等待看诊时间 新冠疫情不断扩大 为了不受医疗院所应付疫情的压力排挤 南投县政府特别协调四家医院 推出儿童就医绿色通道 强化儿童健康防疫系统 现在南投医院这里开有学龄前儿童就医绿色通道 那由儿科的专科医师 帮学龄前儿童的儿童看诊 然后开药 那不需要跟大人一起排队等待 儿童确诊案例不断增加 许多儿童因为还没有打疫苗 成为这波疫情的高风险群 确诊后也有可能并发许多症状 南投县政府除了开设儿童就医绿色通道 医师也呼吁家长 多注意孩子的身体反应并及早就医 小朋友最主要的症状 一定第一个就是以发烧为主 那大部分都会合并有呼吸道的症状 也就是咳嗽流鼻水 那还会合并喉咙痛 那吃不下这样子 少数的会有 那个跟大人不一样的是说 他们没有那么的典型 少数会有一些肠胃道的症状 此外为因应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造成医疗资源的紧绷 南投县政府卫生局 也正周所规划得来数的方案 只要中央宣布扩大快塞阳性 即确诊政策后 就会成立据点设立领药快速通道 让民众更方便快速的取得抗病毒药物 原市新闻后南投市产保报道 而日前的中央宣布 原住民族地区跟离岛 是只要快塞阳性即为确诊 台东县全县是被列在原住民族地区 还有离岛地区 那目前台东也有15家的基层诊所 跟16家的乡镇市卫生所 要共同协助民众来判定快塞阳性确诊 并且来开出抗病毒药物 不过仍然是有许多的民众 是不知道这项措施跟方式 仍然来到医院外面排队要做PCR 台东县23号起全县列为原住民和离岛地区 只要快塞阳性即确诊 不必再到医院做PCR 但还是有部分族人不了解 到部立台东医院急诊室排队要做PCR 快塞养急确诊23号开始执行 台东民众如果快塞出阳性 可以透过线上视讯看诊的方式 让医生协助判读快塞结果 并开立抗病毒药物 民众不用到医院排队 就可以得到医疗协助 医师表示因为台东县缺乏医疗资源 视讯勘诊也占用较多门诊的时间 而台东县卫生局也表示 目前已安排15间基层诊所 以及16个乡真市卫生所 提供视讯看诊服务 县内7家大型医院 也开始协助远距判读 但如果民众不会使用视讯看诊服务 还是可以由家人或亲友 代为到诊所或是医院请医师判读 也可以请亲友带着你的快塞板 还有健保卡去诊所或医院 请他医师给你判读 快塞养急确诊实施后 台东县快塞剂需求量也大增 卫生局也表示 卫福部已同意增加快塞剂数量给台东县 未来会在各乡镇施工所增加实名制供应站 尽快解决快塞剂不足的问题 原市新闻我们驾驾的本台东市怎么报道 好 现在疫情也是往南烧 那随着高雄确诊数不断的攀升 有许多族人就反映了打不进防疫专线 无法获得协助 因此高雄市圆明会就跟客委会 特别成立了原客防疫咨询专线 要来为民众解决问题 另外针对快塞试剂费用过高的问题 市长也预告 在今天就会来公布完整的应对措施 用族语关心确诊族人需求 并及时给予协助 高雄确诊数近期天天破千 24号更是直逼万人 而其中也包含不少的族人 然而想寻求帮助 却苦于1922跟县市防疫专线 常处于盲线当中 因此无法获得最及时的帮助 为解决族人困扰 高雄圆明会跟客委会 成立原客防疫咨询专线 线上由专人答复民众问题 也提供都会区族人最大宗的 阿美族语做咨询 来减少长辈对于中文理解的负担 族人现在会问很多 比如说我确诊了 我怎么办 然后我的关怀包要去哪里领 然后我现在如果居家隔离的话 那我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我要就诊 我要怎么办 这个专线我们就公告给各个社团 同乡会文件站 尤其是特别是都会区的族人 其实就是说我们多一层 比较有温度的专线来服务族人 而针对近期指挥中心研议快山洋级确诊 适用于全体民众的政策 最快在周四上路 而以高手原箱状况来看 虽然战无出现买不到快山的情况 但有族人反映快山试剂的价格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是不小的开销 因此希望市府多关心原箱的情况 而针对族人的困难 市长则回应 25号会给出完整的规划 我们明天会公布 就针对一些我们的市民 在快山试剂的这个部分 我们明天会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我们明天会照顾我们原住民的朋友 面对严峻的疫情 高雄市府不敢怠惰 期望透过各样的方式 为主任们来寻找解套 人物百宝箱要带你来认识 就读台东县大西国小 同时也是学校棒球队长 六年级的谢正伟同学 他是荣获了今年的总统教育奖的肯定殊荣 那他从小是父母离异 所以他就跟祖父爸爸哥哥同住在 没有隔间的铁皮房屋 但他是不被这个现实疾到 不为逆境 积极地改变生命困境 球场上专注的训练 扎根基础 积极完成教练交代的训练项目 协助队友完成训练 让球技更上一层 这是大西国小 扫办队长谢正伟的平时训练过程 从小受到打扮球的哥哥影响 跟着加入球队 品学兼优的他 重视团队合作 具有非凡的领导特质 受教练肯定与同学喜爱 平常喜欢打扮球 从小就是看着哥哥 然后打扮球来到大西国小 感谢我的老师 然后我的教育 还有爸爸妈妈 然后其实我还有不足的地方 然后也需要改进 正伟从小父母离异 父亲因病无固定收入 和祖父爸爸及哥哥 同住在无隔间的铁皮瓦房 平时在校住宿 周兄若无训练活动 便自行搭公车返回安硕部落 主动协助家务 从小便学会独立自主 从不让家人操心 不管是怎么样 只要你坐正确的路上 我想你们都应该要好好努力 以自己本身是一切的根本 我们做父母亲的 或者做家属 就在旁边 才跟你们提醒而已 给你们鼓励而已 不只在棒球上面 甚至让他在合唱上 绘画上面 都有一些多方的试探 那等于他现在已经带了 不只一把的武器在身上 在这么多把武器里面 挑到一把最好使的 使得最漂亮的 然后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上 继续发光发热 希望爸爸妈妈还有阿公 都不要担心 我在学校表现好一点 我会好好的学习 然后好好照顾自己 希望我以后可以越来越进步 虽然没有优渥的生活环境成长 不畏逆 力争善游的精神 赋予社会更多正面的价值观 郑伟也提到 未来想考虑从军改善家庭生活 或是继续打球延续对半球的热情 原事新闻误解台东泰马里达人采访报导 为了让民众可以以轻松有趣的方式 来认识历史事件 屏东县政府就出版了 暴风葛藤准牡丹社事件的漫画 就在屏东的演舞场来举办了图文主题展 透过教育还有设计兼具的互动展览 要让更多人可以理解台湾历史 以及当时横圈半岛上 各个族群之间的生活样报 民宿的历史事件 透过漫画方式呈现 有趣又容易让人理解 暴风葛藤准牡丹社事件漫画 是由屏东县政府出版 在地作家四百郡编创 及漫画家张崇金绘制 以牡丹社事件历史脉络 整理出灾药 并经由牡丹社后裔高嘉欣审定 即日起在屏东演舞场展出 那这个150年前牡丹事件 它是一个重要的对台湾防卫 跟知道整个台湾地理环境重点 重要性的一个里程碑 也因为有牡丹事件之后 20年后才有马关条约 跟1895的一位事件 让日本统治了台湾50年 那透过比较轻松有趣的 这种漫画呈现 那再举办一个展览 让我们的民众更了解 台湾这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 牡丹社事件结合了琉球飘明 以及日本青台两起事件的 一连串事故与政治角力 其中排完族人在救助了 琉球传难飘明之后 却因语言障碍产生误会 导致冲突更是整起事件的关键 屏东县政府文化处 判以最简单易懂的 青少年漫画形式来叙述 让大众认识牡丹社事件的历史背景 我们这个展览是以我们的 图文漫画书的基底作为篮本 那我们总共挑选了四个 比较重要的节点 那除了在展场内可以看到 我们书中的重要情节之外 我们也搭配了像 搭卡墙 还有QA墙 以及反思墙 就是希望民众 除了欣赏展览之外 也可以跟我们的展览 里面的展建做一些步骤 平县府文化处表示 牡丹社事件图文展将展至8月28号 期间易规划推出与展览主题相关活动 期盼吸引青少年族群走进展场 以多元的角度认识历史 原始新闻歌手 屏东市采访不到 好 活化三仙台风景区 东管中的计划来开发露营区 并且在比其林安部落 是召开了说明会 要听取部落的意见 稍后一起来关心 这个南衡公路 就是联系我们海端跟桃园区 布农族的这条路 中断了13年 我们文化的交流 传统的核心价值 也会再重新的建构 一些米食 粮食 包括我们的芒果跟农产品 都还可以从台东这个地方运出去 那这条路通了 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可以沟通的路线 跟包括我们农产品可以进出的路线 从巴巴风灾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离开 我们都一直守在部落 我们是看到南衡公路通了 我们是很开心 也真的很快乐 这个南衡公路打通了之后 它可以带动整个高雄 跟台中沿线的观光产业 我觉得汉话是这个词 有时候会让我们分散焦点 有时候大家使用汉话这个词的人 会觉得好像原住民 要有某一种原住民的这一个样子 那或者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不那么汉话的才是好的原住民 山地话这本散文 其实他喜欢写散文的人 都会想要研究去拆解它 但有一个东西怎么样都学不来的 就是马姐本人的幽默感 一个风采的感觉 一个风云有存的部分 只不过迟到老板就说要开除我 他打官司 快点跑去台北 劳动事件法实施之后 劳工可以在工作地法院提告 而且裁判费还可以减薰很多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自奏权益 化解争议更快更easy 好 回到无安报新闻 我要继续来看到的是 玄缺将近两年的监察院副院长一职 昨天立法院就对总统蔡文提名人 李红军来行使人事同意权 结果就以99票立委过半数来同意 那确定是由李红军来担任 监察院的副院长 但是在投票前几天 其实有立委就表示 希望能够依循宪政惯例 依照前两任监察院的副院长 都是由原名来担任 希望这一届的提名人 也能够由原住民出任 不过最后这个意见是没有被采纳 李红军同意票99张 不同意票两张 无效票一张 决议李红军获得超过 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支同意票 依法同意监察院第六届监察委员 并为副院长 监察院副院长选缺将近两年 24号立法院行使监察院副院长提名人 李红军的人事同意权 结果以99票赞成立委过半数同意 由总统蔡英文提名的李红军 出任监察院副院长一职 不过在投票期间 时代力量表示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认为李红军在提名审查时 对台湾正义的人权议题都回应 只要社会没有共识就不能够表态 态度令人失望 监察院副院长的李红军 这个被提名人的同意权的行使 时代力量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监察院这一届多的新的功能 就是国家人权委员会 这样的架构 只要是监委对人权一定是正面支持的 正面有问题 时代力量有他们时代力量的观察跟表态 这个我尊重 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也说 每一次的立院人事权 民进党团一定是假机动员 一致投票没有例外过 而今年62岁的李红军 拥有日本大学结构工程学博士学位 在担任立委任内 实立法院内著名的日本通 与日本政界关系良好 也曾任清明党秘书长 立法院党团总招 与前内政部长李红元 有政坛关系党的称号 从2001年开始连任五届立委 直到2020年大选 你被提名人的这个背景 跟他过去的贡献 我们也给予肯定 我们希望他可以扮演 这个超越党派跨党派之间的一个 独立行使监察委员职权的一个角色 但回头看到监察院前两任副院长 第四届是阿美族的陈敬立 第五届是悲难族的孙大川 其中原名立委郑天才就曾表示 希望中央能依循宪宪刑官吏 由原民担任监察院副院长的角色 虽然最后意見未被采纳 但谭级和李红军过去 在立面中的交情 也期许未来原民权益能受到关注 在立法院完成同意权行使后 李鸿军也在脸书上发表感言 感谢各立委支持与指教 未来将会站在公正的立场 不负各界期待 尽善职务 约翅新闻 云亮迪吴鲁网 立法院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台东的海端乡 乌鲁部落族人 昨天是特地北上前往监察院门口 来澄清抗议 要逃回在海端乡乌鲁国小附近 有一块原住民保留地 那这个是族人在民国67年 承租给当时政府架设电话机房 那后续呢 却是因为遭这个不法的行政程序 导致族人就丧失了土地权 那在这个将近50年的时间 族人不断地向地方 还有中央来承秦畏果 因此决定来向监察院递出承秦 开启真相调查 要追回土地正义 族人拉起步调高喊口号 而他们口中的这块地 就是位在台东县海端乡原住民族保留地 地号雾路段432-3 更是1914年雾路事件遭屠杀布农族仙人 遗骇埋藏处 族人表示 在民国67年威权统治时期 省政府会同地方机关游说当地族人 于巴全 说只要存租10坪用地 使用10年设立一座首摇式电话机房 但没想到的是 后续竟然没有依法通知 会同权利人 擅自办理土地异动 就擅自分割223坪土地 案例权利也移转给当时的省政府民政厅 地幕也遭到变更 违反程序正义行为 时至今日将近50年的时间 瑜伽土地群依然流落在外 直到民国85年 中华电信已经由国营转为民营 在这期间却依然兴建基地台 会土地是原先我们父亲 我们祖先的 因着很多很多的那个时代 建议时期 大家敢怒不敢远 更可恶的就是 将我们那被屠杀的祖林地 被盖基地台 没想到在整个过程 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的程序 也没有任何经过在地地主的 諮商 諮询 同意 都没有 从地方的承办公所一直到县府 往上到当时的省政府 甚至到现在的圆明会 对这个事件 四十几年来的悬案 仍然是消极 50多年来 族人向地方中央陈清卫国 也在民国100年成立自救会 尽管海端乡公所也在同年七月 未在与台电续约 族人也基于尊重和信任原则 期待乡公所会依法行政 但如今这件事情 却又延宕八年之久 乡公所都没有再和陈清人联系 108年族人随即又再次提出陈清 尽管110年海端乡公所召开 恢复权力协调会 但族人认为公所提出的条件 根本毫无诚意 也指出基地台的电磁波 更威胁在地族人的生存权 电信的电磁我们是看不到 但伤害是存在的 过去的屠杀是见血的 现在的屠杀是直接死亡的 唐后续陈清人 仍诉求本所 请迁移案地地上建物基地台 并辅导其全力回复 本所评估依泄清规定 但你过前陈其人执行 透过司法程序处理了 尽管早在102年 这起电信基地台案 经由途省会做出不续约收回 但这样的决议却一直不被执行 而一起9年的租约 又即将在7月17日到期 因此族人24号北上 向监察院递交陈清书 给阿美族红一张监察委员 希望能借由真相调查 追求土地正义 而监察院基于 侦查不公开的作业办法 目前则表示 后续会再把侦查结果 对外公布 现在族人只期盼 基地台能够尽快迁移 医员地主医院收回土地 约知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导 针对国内的疫情影响之下 这个观光餐饮产业的冲击 国民党是邀请了相关业者 来召开记者会 强调今年的疫情冲击 是不亚于去年 那观光餐饮业因应不及 所以呼吁政府要纾困 应该及时到位 最近的防疫为重 所以大部分的费用 都要以防疫的经费考量为优先 如果在规划上有余的话 要如何去协助业者 这一部分也要看各部会 规划跟评估的情形 行政院日前说明 现阶段仅延长特别预算 及特别条例的实现 并没有编列新的预算 包括疏困方案 不过根据中华民国 全国商业总会 最新调查显示 疫情重灾产业的餐饮 旅馆旅行或游览车等 四五月疫情渐趋严峻后 业绩平均下滑于五成 从劳动部最新五薪价 统计来看 其中住宿及餐饮业 达到178家 1396人都创下今年新高 面对营运艰难的困境 业者纷纷向政府喊话 需要更及时到位的产业纾困 还是能回到 刚开始2020年 刚发生疫情的时候 能继续支持我们 这个事成心的一个 补助 国内观光餐饮产业 除了本地客之外 也仰赖外国观光客的消费 因此国民党呼吁政府 落实纾困重优 重宽重塑原则 提供员工薪资补贴 放宽限制 协助展颜纾困贷款 明确说明开放国门的条件 让观光业者能充分规划 舒缓人潮巨强 收入瑞减的影响 可能业者最希望能够得到补助的 第一个是租金 那是不是能够提出 在租税方面的你的眼角 或者是可以分歧 今天没有三级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除了解除这个国外旅游的禁令以外 我们是不是可以远离一个更安全 更快速的方法 至少要告诉我们旅游业制 我们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虽然政府提出与病毒共存的新台湾模式政策 未将疫情升到三级警戒 但已有许多民众以自主减少外食聚会或观光旅游 对于业者开业成本 若无观光人潮带来的订单 仍会逐步增加营业困难 在业党也再次呼吁政府 应再考量产业纾困补贴的可信性 宇文市新闻胡书八度 台北市采访报导 同样也是为了要活化三线台风景特定区 并且结合了在地创生 以低密度的开发来利用方式 现在这个东莞处已经完成了先起的规划 计划要在成功镇高台聚落 以东的平原接地来作为露营区 并且在最近是特地的来到了比锡连岸部落 要召开说明会 要听取部落的意见 经过两年的时间与地方共同讨论 希望将三千台旅馆期高台 肌肉移动的平原接地 规划开发为露营区 未来计划以委外经营的方式 营营 东莞处23号特别在比锡连岸部落 召开掀起规划说明会 并听起部落的意见 高台平原接地 六甲路为比锡连岸传统领域内的土地 过去部落主人放牛 耕种和做的地方 规划将作为露营区 部落居民提出相关污水处理 环境影响 回馈机制 露营区的内容等许多余例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黎明 老人家所需要听的就是获利 你们怎么做都没有关系 你们一定有办法 把这些环品做得很好 问题获利在哪里 请问 那个土地它就是我们部落居民在去 以前到现在就是在去做使用 也是传统领域 那今天要做露营区的 那是不是可以回馈给这些 在地居民留存活 也可以列出来 可以讲清楚 放开指示规划书旅馆期占地3.17公顷 共有16笔土地 两笔为国产署管理 其均为东莞处所管的共有土地 但其中曾有族人申请年住民增化边保留地 因此族人也特别提出疑问 有族人主张该统地权力并申请原保地增化 这个部分 就是有提出来的 这些两分之后会必须要先解决的问题 上千台旅馆期高台聚落平原界地 民国98年曾有民间机构提出影印计划案 希望在该地训建旅馆 但因不可抗力的因素 103年终止投资企业 东莞处表示 录影期规划案将持续召开说明会与部落沟通 居民也可透过网路表达意见 希望未来达到双赢的目标 原始新闻发布了台中成功采访报道 再过一个星期就是端午节 但是随着台铁员工在无一劳动节 合法休假的经验 交流部长王国才的上周就在立法院上来回应 已经准备了相关措施 但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 不过公路总局则是在昨天率先来祭出了 端午廉价车潮的因应方案 台铁公司划草案即将在27号进入立法院进行删读 在这期间台铁员工与政府之间的沟通 影响着全台的交通运输 而在无一劳动节台铁员工合法休假的经验下 面对端午节即将到来 交通部长王国才19号在立法院表示 已准备相关措施 直到24号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黄运贵表示 内火车计划仍由台铁处理 目前尚未收到台铁寄出的运输方案 虽然台铁现在也没有很清楚是不是要不加班 现在我们还没有接到这样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情况 但基本上我们监理单位已经就是说一维规划 万一真的发生了 那我们会参考五一的经验来规划这次的一个相关的输运的工作 而公路局也指出受到本土疫情影响 五一劳动节公路运量比预估值低 且疫情升温也使车流量呈现下降趋势 端午节会是疫情变化谨慎因应 目前公路局也携手13家客运业者提供87条路线优惠方案 因应端午廉价的人潮 其中国光客运有提供中部路线的服务 而统联首都格马兰大都会以及台北客运 也有提供宜兰以及花东路线的服务 台湾好行也有针对中部宜兰花东地区 提供持电子票证的优惠服务 公路局也表示若族人有返乡的需求 也可以请地方管理单位协调 是否能提供原乡巴士或幸福巴士的接驳服务 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可以给我们的当地的监理单位跟业者 还有比如乡公所 大家去沟通协调 如果是真的有这种需求 是不是可以安排那些 这些幸福小房或是幸福巴士 在民众需求的时段来提供服务 应该是可以朝这个方向 另外针对国道车潮公路局也列出民众 可以避开可能拥塞的时段及路段 台九线苏花路廊南下路段 台九线南汇公路南下网屏东路段 台一线水底辽至丰港路段 台六十一线凤比至香山路段 竹南路段以及中章大桥路段 端午廉假即将到来 在台铁工会尚未发布 是否休假的消息之前 提醒族人可以及早做准备 以免影响预定好的行程 于是新闻 怎么到思绪加荣台北 时日采访报道 而受到这个气候 跟疫情的双重冲击 屏东今年的芒果产量是锐减 那有云顶列者 就特别跟邦山合作是来携手 协助推销优质鲜货 稍后一起来关心 教练为我们带来的是 裹手暖身操 这上次的全身性运动 这非常好的 很建议说患者 我们可以拿这个热毛巾 放在眼睛上 它会让你的血液循环变好 跑起来跟我垫着脚尖 垫着脚尖 整个在文化的宣导上面 然后呢 包含我们正向的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方式来去 就是让自己过得更健康 而不是跟着就是 整个就是大环境 跟着这个外面的这个讯息 然后甚至是一些这个 这个传播的这一块 然后不断地冲去 就是排队也好 最近的这个疫情的状况呢 确实是影响到文件站 五层到六层都已经是关站的情况 因为招服的人员被确诊 但是我们基本上 我们还是会提供送餐的服务 还有电话问安 对 或者是送物资的送达 等等这相关的一些服务 因为在平地有防疫急诊车 在商上几乎 急诊车是叫不到的 所以都会大部分的税用消防车 直接送到平地做PCR 现在有一个 为什么政府六十五岁以上 就阳性 摘检阳性就当确诊 是 就是因为这个做PCR非常地厚实 好 回到晚安 报新闻一起来关心 受到天气跟疫情的冲击影响 平东地区在今年的芒果产量就锐减了 那现在国内就有知名的饮品业者 就特地的要结合方山的果菜 运销合作社 要收购方山还有十字香的爱文芒果 希望可以推销优质的平东在地鲜果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芒果的悬果与分级 近年受气候影响 平东芒果不仅产量大减 加上疫情冲击 影响农产品的销售与配送 让果农苦不堪言 我今年倒了三十香 我今年倒不到三香 怎么办 产量热减就够让农民烦恼了 因此在行销端上 台湾知名饮品企业与 方山果菜运销合作社合作 收购方山与十字香出产的爱文芒果 不仅将好食材运用在自家饮品中 也能推广平东的美味爱文 同时农民也不需要再担心后端销售问题 秉持着又心推广在地鲜果的理念 今年与榜山果农并肩而行 一同对抗外销困境 这几年都碰到疫情问题 产生销售非常的不好 幸好有马谷茶坊来跟我们 仿山合作社签合同 再帮我们做大量的行销 占70%到80% 目前正值平东爱文芒果盛产时期 农民们感谢企业 社团与店家的共同行销 让在地农特产被看见 有更多民众能够品尝到 平东爱文的独特魅力 原则新闻歌手 平东方山 狮子采访不到 再过一个月就是暑假了 每年的7月联合风年节 也是花莲原住民族盛大的庆典之一 除了联合风年节的节目之外 活动周边的展授摊位 更是外地游客闭逛的特色市集 那花莲县府今年就规划了 110个摊位 并且预计在5月底来开放 登记报名 花莲县一年一度的盛大祭典 原住民族联合风年节 即将在7月22日至7月24日举行 为配合活动将推出展授摊位市集 预计规划110个摊位 只要是涉及花莲县年满20岁以上 具远住民族身份的手工艺 美食 农特产品 及伴手里业者欢迎报名 共同前来参与摄摊 除了联合风年节的节目之外 其实最受大家欢迎的 就是我们的摊位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摊位 总共有110摊 会在5月30号到6月13号之间 公道而且来收件 联合风年节是花莲县 原住民族盛大的祭典之一 每年都会涌入不少外地游客参与 而活动周边的展授摊位 更是游客必逛的特色市集 除了平常美食外 更能带动在地部落经济 及文化的推动 这次摊位登记报名 收件时间为5月30日至6月13日 只要是符合资格 并且有兴趣的民众 可静置到县府烟名处 部落经济科窗口报名 或上烟名处网站下载报名表 填写后邮寄 县府也预计在7月2日上午9点 以花莲县台湾研助民族文化馆 举行摊位公开筹签 有关联合风年节活动 及摊位分配情形 县府表示会是未来疫情发展 及依中央规定办理 原事新闻港湾 花莲市采访报导 接着从花莲往南走 要带大家来品尝部落的多元美食 台东东河乡的 阿杜莱阿美斯文化协进会的 总干事Fudur 就在这个处理部落事务之余 还特别的跟朋友合伙 来创造了这个斜杠事业 每天是开着胖卡餐车 在都兰的糖厂前 来贩卖咖喱饭 那丰富的在地滋味的同时 也丰富了自己的生活 黄色胖卡餐车亮眼的出现在 杜朗糖厂前的台式线旁 顾客一来 杜朗部落斜杠青年 多了亲切熟练的为顾客准备丰盛的咖喱饭 咖喱饭目前先推出四样 因为也是一个餐车受限的那个关系 目前有猪排咖喱 牛肉咖喱 鸡肉咖喱 还有蔬菜咖喱 这四样 它的调味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肉质 还有个鸡肉 跟那个牛肉都有入味 目前为都兰部落 阿都兰阿密斯文化 协进会总干事的佛多人 平时义务负责部落行政事务 今年初特别于 在部落从事瓦斯行工作的朋友 李泵 合伙购买了胖卡餐车后 摆摊贩卖美味咖喱饭 两人一早就备餐 近中午傍晚时就开卖 那有一次下午 我就是下午三点多 想吃个小点心 那结果好像副教 好像没有什么适合的小点心 曾经有做过这个行业 想说在鞋缸的青年 这样再多创一些事业 所以跟他合伙 我们在渡软这边摆摊这样 那这样做下来你觉得 是不错 因为这个地方观光客比较多 那想说我们可以测这个机会 打造一个我们自己的事业这样 都兰部落近年来成为台东 最吸引外来人口定基的地方 不少艺术家创作者移住都兰 福多了跟李泵在为部落服务的同时 希望创造部落多盐美食 让民众多一种用餐的选择 同时丰富自己的斜杠人生 原自新闻 法务的台东东河采访报道 文化祭典一起来看到 泰巴朗部落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合计仪式 就是要向祖陵跟合神献祭 来祈求保佑部落平安 但是考量到了疫情的影响 除了不要求旅外族人返乡参与 这个过程也都简化 兼顾防疫来进行 在达邦的带领之下 各斯拉的泰巴朗族人 面向河流的方向 依照传统进行计告仪式 每年五月是达巴朗举行 祈福完工祭的日子 感谢祖陵保佑收成的时刻 同时也是青年展现实力的时刻 在达巴朗族人返书上 米茶拉拉站祈福完工祭 是打法弄的重要祭典之一 而男性年龄阶层的运作 也在此时完全展现 其楼也会在祭典中进行 讨论决策部落的重大议题 受到疫情影响 祭典内容也简化进行 并且涉及执行防疫措施 我们还有那个 还是在百忙之中 大家很辛苦 那个阶层都有回来参加 然后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我们简化了 可是简化也不能说 完全都没有那个东西出来 我们还是有去补鱼 国内疫情持续延烧 让部落也非常忧心 而传统仪式是否如其举行 更让承办的阶层难以抉择 不过为了不使传统文化 因此而中断 部落人士选择防疫 兼顾仪式性的方式 谨慎举行 与这些新闻杂料 必须无礼光复 采访郭董 这些新闻是在赫尾 在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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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这样子看到那个河流的变化 美中午晚间九点 就在展览《箭市南岛》 泽尽与里一起深度看见台湾 剖西南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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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南横公路就是联系我们 海端跟桃园区布隆子的这条路 中断了13年 我们文化的交流 传统的核心价值 也会再重新的这个建构 一些米食 粮食 包括我们的芒果跟农产品 都还可以从台东这个地方运出去 那这条路通了 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可以沟通的路线 跟包括我们农产品可以进出的路线 从巴巴峰灾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离开 我们都一直守在部落 我们看到南横公路通了 我们是很开心 也真的很快乐 这个南横公路打通了之后 它可以带动整个高雄 跟台中沿线的观光产业 这条路线的观光产业 哇 接着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 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 地位21度最高温 有27度在狮子乡 有七成降雨机会 泰雾来一圈日 19度到28度 都有七成的降雨机会 三地门雾台马加 16度到28度 也都有七成的降雨机会 而高雄的桃园 纳马像茂林 地位12度最高温 25度七成降雨机会 被要聚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加以阿里山12度到23度 也是七成的降雨机会 南投的人爱与此 水里信义低温11度 最高温23度在仁爱 有九成降雨机会 台中和平15度到23度 也是高达九成的降雨机会 苗栗南庄施坛泰安 18度到23度 七到八成降雨机会 新竹的关西间15峰 15度到23度 都是七成的降雨机会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 18度到22度 也是七成的降雨机会 宜兰的大同南澳 18度到25度 都有七成降雨机会 花莲的新城 花莲市吉安 地位23度 最高温25度降雨机率 都落在六成左右 寿林万荣 17度到25度 有六到七成的降雨机会 寿风封闭 21到26度 三到六成的降雨机会 凤林光复瑞穗 21度到25度 三到六成的降雨机会 浊西玉里复里 低温11度 最高温 有25度 三到五成的降雨机会 台东的长滨成功 东河 23到26度 三成降雨机会 池上观山 海端岩平 17度到25度 也是三成的降雨机会 陆野台东市北南 20度到26度 三成的降雨机会 泰玛丽大午 金风达人 19度到26度 三成的降雨机会 在离岛的 蓝宇地区 23到27度 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最后看到 外岛地区 低温18度 最高温是有25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 晚暴新闻 如果您有任何的 新闻题材 请拨打原始专线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Omas 我您的美好美上 下来我们带来的是 这上次的全身性运动 这非常好的 很建议说患者 我们可以拿这个热毛巾 放在眼睛上 它会让你的血液循环变好 跑起来 跟我跟着脚尖 跟着脚尖 脚尖 整个在文化的宣导上面 然后包含我们正向的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方式来去 就是让自己过得更健康 而不是跟着就是 整个就是